疏通下脚的方法 就是振乾坤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把下脚疏通 像尿皮尿急 肾气不足 怕冷的 动作得到很好的调理 尤其是经常的上火 看我们的脑门上面黄黄的 就像火烤的一样 这种情况 好好地练习这个动作 振乾坤 我是五一张鹏 跟我一起来学习和练习 点赞收藏转发 让更多的人受益 首先呢 把两脚分开 与肩通宽 身体呢放松下来 朝这样呼吸 把手呢 窝空心圈 好 找到腹部钩 在你的小腹两侧 靠近大腿根这个位置 不要放中间 中间是小腹 好 放在两侧 垫脚 脚往上垫 脚跟踢起来的时候 手向前落地 拍打腹部钩 这样轻轻地去做 一 二 三 四 五 放松 看一下侧面 我们垫脚 还 身子保持正直 脚跟踢起来 脚尖垫着 手呢 抬起来 落下来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个 落下来 以后呢 你的力自然而然的 就渗透下来 像你的腹部钩 堵的 有结节的 不通的 坚持去做 都可以疏通 有些人呢 下脚不通 手脚冰凉 上火的家人们 一定要 好好练习 震天空呢 可以帮助你 提升氧气 像 睡眠 障碍的 失眠多么 睡不好的 坚持每天 四十九下 能得到 很好的条理 在练习的过程中 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 给我评论 我会为你解答